民眾一早7點抵達 等著打疫苗 8點30分應該準時開打 但永康衛生所似乎還沒ready 四十六啦 非常四十六 非常四十六 台南14號到20號 預約打莫德納 就送100元的超商禮券 民眾滿懷期待 結果領到這個 宣傳品的便當盒 只能尷尬收下 因為禮券一早還沒見到蹤影 牽制作業似乎乱糟糟 8點半開打 沒準時就算了 說好的百元禮券 變成送便當盒 而禮券成整delay一小時 台南疫苗涵蓋率 截至12號為止 第一劑75.8% 第二劑60.1% 還是有人一劑都沒打 大推送禮券平時打率 結果出賊改送便當盒 也被民眾抱怨 說一套送另一套 禮券的 為什麼 禮券要什麼東西可以買 可以買 對 所以你覺得禮券比較好用 對 禮券比較好用 因為他們今天早上又比較早設站 所以也不想讓民眾等候 衛生局解釋 因為採購的禮券 13號晚上才拿到 一早還來不及送到各地衛生所 雖然很抱歉 但還是讓民眾先拿到等值的便當盒 雖然聽起來民眾沒有虧 但對禮券的期待變成便當盒 失落收場 接下來關章 台南報導